各位观众各位候选人大家好 今天举行的是新北市第三届议员选举候选人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感谢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抽空听取各位候选人的证件 同时各位候选人也亲自参加发表证件 本人仅代表新北市选举委员会表示向各位表示感谢 在证件会发表开始之前 先为各位介绍本次发表会监察员李永三先生 另将有关候选人因行注意事项提出几点报告 一、候选人发表证件之次序 是证件发表会开始前当场抽定的 为到场则由主持人会同监察员一同代为抽定 现在就将刚刚抽定的发言顺序向大家报告 第一位是登记第四号候选人蔡锦贤先生 第二位是登记二号候选人吕君鸿先生 第三位是登记七号候选人陈伟杰先生 第四位是登记六号候选人陈静怡女士 第五位是五号候选人陈静怡一香女士 第六位是登记第三号候选人陈宇恩女士 第七位是登记第一号候选人吕孙福先生 轮到证件发表者经连续唱名三次 仍未上台者以弃权论 不得要求补行发表证件 若候选人发表证件在规定时间提前结束 应由抽定顺序之次号候选人 继续上台发表证件 不予等候 亦不得补行发表证件 二、每一候选人发表证件时间为15分钟 其时间之计算 其候选人上台 经本人宣布请开始发表证件后 由计时员按0一声开始计时 至结束前2分钟及13分钟时 再按0一短声示意 时间借满按0两长声 候选人应结束发言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长 如能不停止发言时 本人将语以制止 并关闭电源 不予播出 三、候选人发表证件时 以使用国语或地方语言为原则 不得使用外国语言 四、候选人发表证件时 请保持良好风度 不得有下列言论 一、三或他人犯内乱罪或外患罪 二、三或他人以暴动破坏社会持续 三、触犯其他刑事法律规定之罪 大家都知道 选举权是公民的权利 也是国家选选与能应尽的义务 请大家务必珍惜选举权 踊跃投票 为自己 也为社会 致演出真正能为民服务的市议员 本次选举定于107年11月24日 星期六投票 投票时间至上午八十 至下午四十指 请各位乡亲务必 抽空并携带本人国民身份证 印章和投票通知单 到指定的投票所 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现在开始进行证件发表会 请抽到发言次序的第一位 以及是登记第四号候选人 蔡景贤先生 上台发表证件 请开始发表证件 主持 监察人 各位工作同仁 各位 巴黎淡水 山枝石门 大家乡亲父老 兄妹姐妹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新白市 市与我们的核杉人 创业面 公办电视政策发表会 要先评这次打拼的证件 来向所有 乡亲事业来做报告 第一 来变交通 要进行 我们当地区 所有的交通 我们会认证件 要先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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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我们丹江大丘 已经发报了 已经在前欠 19亿2千万 那时候我10月催沙 在总资前 我向市长报告 公市长 这个问题 你要改革 19月过 假认 如果李宿船副市长 说 市医已经 市医院签讯 要交付交通报告 第二 如果我们这个 特殊 北策道路 北策道路 还是我们沉水的动脉 所以我们现在 转车都转到 洪树林一站 所以我们北策 一定要来做好 北策 你若不做好的时候 可以说 每天要上下班 我们的主地 大家都趁着趁着 可以说每一天就趁着 所以我们这北策道路 一阶段 要再开会 我一阶段 如果开会 如果我们的 環保 社团队 上台会 就能来 习港 那么 第三 那么我们 建设 建设的开发 我们促进 新市场 特殊区 我们特殊的力量 都一直没开发 所以 我们只要习近 来开发 做规划 已经二阶环平 已经通过了 所以 特殊 如果我们通过后 相信 要来做产业区 产业区 带动 让我们 因为我们 这种 来后 我们轻工业 可以让我们 组织 组织 让我们的组织 可以免得 发育去上班 除我们在这些 添水的发展 建设的发展 林靠的发展 但是没有这个 产业区 有一个 它就让我们 组织 吃饭了 所以这个产业区 就从来 可以带动我们 带药 可以作业机会 让我们年轻的机会 不需要 走去外国 第三 第二 我拼了观光 观光丰敏 推动我们 添海 海水的亭 海水亭的 建设 人工海水浴场 因为添水 海水 以前 新西典的 建设时 那时候 冬起来 水 并做污液 污液 污液 以前我做代表主席的时候 那天 一天都超过五百人 而且那时候 是一、二十年 现在 你看一、二十年 我们也建设 多多人 进来 我们 台湾建设 后 林靠 到日本 所以添水 没有一个 我们修宣的 好地方 所以添海 我们添水 可以说海水的地方 要改造 让他们 用过人工海水浴场 投我们的 海水起来 放到给我们 所有的 可以塑水 可以说 代表 如果大人都可以来 而且我们这边 轻轨 也有很多车站 可以让他们 很方便 来那里 出头 代表跟 这个 这个 来的码头 会结合 坐起来 可以 把他的码头 带起来 不然他的码头 一直没落去 所以 我一定 来 争处 一定 认真 打拼 来 海水的地方 来 做这个 带动 我们的经济 来繁荣 那么 再来 我们 农与月 的观光 市场 产业 创造我们 黄金培海岸 的观光 新田 可以做 给我们 农客 三片 我们告诉我们 可以拿到那里 有一个卖场 有一个 创造 可以 给我们 主组 主销 可以 领导 越来越多 我们的产业 可以越来越 畅销 所以 这些 三件 一定要在 北海岸 共同 大家 来 打拼 来做 好的 开发 结合 在这里 我要一直 农业 这个 产业 结合 再一起 那么 还有 十八皇宫 双信 在东西 十八皇宫 刚才我 选择 这个 議案的时候 十八皇宫 我去 改造 希望 我们现在 这个 河一场 已经收起来 河一场 收起来 促进 它的繁荣 由这个 草盆那些 以前的 都青春 现在 只要 资亭 都会 倒回来 要带 地方的繁荣 跟 观光 那么 第三 推动 我们 饭 草 木月 和 银 和 我们所有的 风貌 带来 让我们 人潮 可以去那里 运动 也可以 是我们 淡水 一个 好发炎 我们 因为 一些 我年纪比较 六十多年 所有都退休了 已经 退休了 要去 去 运动 我们在做一个 好的地方 所以 我从 这些 广州 那些开发 开发 开发 所有的建设 那么在那里 做 很好的 一个地方 让我们 休闲 让我们 一些 杰铭 麻酥 可以去那里 去那里 去那里 八山 运动 让我们 八山 可以 身体 健康 后面 可以说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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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 休闲 那么 我们 带动 所以 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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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伯理 栄光 那里 有这个 这个 我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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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那里 有 有 七八千平 七八千平 因为那里 如果我們找門,找門那個地方有一個富貴議員工,那裡開發得很好,也帶動那裡的觀光客很多,在那裡有就業機會也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北千龍已經停下來,所以那裡他擺用來我們新北市政府 所以希望會外港,如果做規劃,希望幫你工作,跟我們所有地方 如果會屬性跟地方的市府理事長,跟我們所有的府長、理長、共同來計位 那天晚上我發展一個觀光,讓大家可以在那裡採取我們九門的富貴、漁港 朝我們的漁人碼頭,一條百里帶動他們來繁榮,帶動他們來救火的機會 再來我們這個教育,教育可以說,我們這個淡水,目前我們的發展很快 建設,可以說在房子去,人家在擁進,在立場 在立場的時候,那時候新市民的時候,在推動的時候,他們北偉說,淡水這個學校的工資多 我們新市國小,他們那裡不想讓我們為我們反對,但是我堅持說,一定要 新市政,一定要跟我們新市國小,一定要成立,不可以沒有法律 所以要讓我去跟他們那裡交通,要讓我們成立 因為我說,淡水人口比一一二進來,把它膨脹 所以,你事先說,這個學校,一定要做好,你不可以說,等人搬進來,你才要去學校,你不可以 所以淡水,有國中議定制,有高中議定制 所以我現在,也要推動,國中議定制,一定要跟國中企業好,跟高中,跟完全從水 我們現在跟國中企業,完全從一間高中,不夠 一定要新市政,集軍,讓他們要特殊,方便,不用只要坐車,坐那裡去特殊 所以這樣,我們的教育,也要讓我們的主體,可以在座地,特殊 還要爭取,再爭取,市區擴大學校,軟硬庭,的搬照,跟偏遠地區,我們這些學校,都不強 也可以讓他們這些學校,都可以經,經費沒有,所以他們,都可以 尤其我們有一個地方,都會被打拌,怎麼辦 所以要有一個學生,讓我們的主體,可以更好的環境,更好的 那些特殊的地方 所以必須要有 住凡一定要有 所以我要在這裡 把我們市府交易局來清除 讓我們這裡的保障更好 不然你看現在學校 學生都外流 因為他們都跑去 十八十歲 你知道我們新世界高校 公務都拜無辦 因為大家都要 我們小孩也 北無疼怕 所以都要找一個更好的地方 讓我們的家庭可以 一個環境更好的 所以如果 如果把我們北的地區的環境 雖然是久 要做得好 尊敬小孩也住在家 十十歲 再來變一個福利 所以福利方面 我們出境政府 市區 從公司 規劃多工人的活動中心 可以托嬰 托兒 托勞 長照 來照顧我們年輕一代 因為我們年輕人 跟阿嬤都要吃勞勞 吃勞 如果有一個時間的時候 比一個要養兩個 兩個已經沒辦法去吃勞勞 所以 我們用這個托嬰 可以結合醫院 醫院來辦這個托嬰 我們一個人才有八千塊 九千塊 如果我們政府才貪兩千 就給你花六千塊 七千塊 這樣會減少 我們年輕人 他的家庭 可以給家庭 他的老婆可以上班 小孩 給這個托嬰 給他回來 還有我們的托勞 托勞就是說 我們老人 住在家裡都有老人 萬一這些老人 如果也打招呼 我們就要去照顧 照顧就沒辦法去上班 我們托勞 可以送去托勞中心給他 你如果送去給他 我們來上班 那不是他可以回來 把我們社團帶回來 這樣可以告訴我們的社團 也可以讓他方便 可以去吃勞勞 可以去多探錢 多收入 還是差不多 拿去托勞 他的費用也是六千塊左右 所以 這個可以幫助年輕人 我們議山 議山 我們現在的活動中心 這年剛才成立 你可以去參觀 托勞中心 現在創下很好 媽家來管理 管理得很好很好 所以 這個托勞中心 可以讓我們年輕人 可以減負 再來 我們三季寶頭 也要建設一個多功能的活動中心 還有北四里 現在也要計劃一個多功能的活動中心 還有萬里 廖東町旁 那個廣場 現在在邊境 邊境也好 那裡也要叫做 拖勞拖勞 因為我們現在都很窮 所以 可以讓我們年輕人 大家減少開銷 加一些收入 讓他們比較 比較有辦法 欠一些錢 那麼 珍惜我們這個 北里的建設 大型的這個 醫療 所以北里 都沒有 都要關來 淡水這邊 我就關到台北出去 所以這個拖勞 這些 大型的醫療 都可以設立北里 然後再拚農業 農業 農業 真是農民 要請這個 制裁室 很難請 我想說 我們可以 新北市政府 可以讓農民 便宜 交互 工作來處理 支裁室 十幾坪 這些都要 剛才新北市政府 可以請 都整理 很麻煩 所以要簡化 所以我們農社 農社現在也很難請請 因為你最高的問題 總共是 所以我給鐵岸 鐵岸去農郁肺 叫他們 拜託他們說 趕快 來改變 不用 一定要追高 讓他可以在 過濾 過濾 乾淨好 的時候 還可以 壓制什麼 這樣你就要準備 再來 我們從事 讓青年子弟 還可以回鄉 再來做農業 生產 促進農業的發展 再來向政府 爭取 保護農民的肥療 跟所有農民的 資材 可以說 讓農民 可以收入 讓生年人 有這些收入 他們就自然的肥 會走回來 爭取 農民所有的 保護農民的 保護保險會 保護農民 減負擔 還有建議 市政府 辦理農民的 憲保 我們憲保 可以說 農民憲保 都沒有 政府 要照顧農民 一定要為農民來收 這個憲保 一定 要把它辦好 讓農民 可以 這個身體 照顧他們的身體 所以農民也是 要大家照顧 謝謝 感謝大家 你的照拜託謝謝 現在請第二位 登記二號候選人 呂金鴻先生 上台發表證件 第一次唱名 現在請第二位 登記二號候選人 呂金鴻先生 上台發表證件 第二次唱名 現在請第二位 登記二號候選人 呂金鴻先生 上台發表證件 第三次唱名 二號候選人 呂金鴻先生 經唱名三次 能為上台 以棄權刃 不得要求補行 發表證件 現在請第三位 登記七號候選人 陳偉傑先生 上台發表證件 請開始發表證件 請開始發表證件 各位敬愛的淡水巴里 三隻十門的鄉親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私議員候選人 登記第七號的陳偉傑 偉傑來自一個基層的家庭 那我的父親是個學校的職員 我的媽媽是一個家庭 是一個管家 那我想一路以來呢 韋傑呢 一路半工半讀 從小一路半工半讀 最後拿到自己的這個博士學位 那大學畢業以後呢 我就進入到立法院工作 那也跟隨了多位立委 學習很多的一些立法院的經驗 不管是質詢 新聞稿 記者會 或是資源的爭取 都是我在這十二年當中 學到了寶貴的經驗 所以呢 未來韋傑如果有機會 進入到市議會 我可以馬上無縫接軌 進入這個市議會 然後呢 來為我們的鄉親 為我們人民 做最好的一個服務 所以這是我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我在想 我們這個淡水地區呢 北安地區 我們第一選區 到底有哪些東西值得 我們要去改善去爭取的呢 那我大概簡單列了幾項 當然第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交通的問題 我想交通的問題 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我們淡水地區 北安地區的民眾 為什麼我們永遠對外的連外交通 只有一條台二線 為什麼我們的居民必須早上七點 以前就必須要出發去上班 為什麼我們的交通如此的不便利 所以呢 韋傑如果進入議會 我第一個要解決的就是我們交通 擁捨的問題 不論是淡北道路的一個爭取 不論是淡江大橋的一個 加快腳步的一個興建 都是我最重要 必須要去完成的一個建設的部分 這也是民眾的最重要的心聲 所以交通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 我們必須要想辦法解決 讓更多的民眾 可以感受到交通的便利 我想一個城市的發展 交通的便利非常的重要 如果讓交通能有更便利的環境 未來搭配我們新市政的發展 才會有更好的一個前景可期 所以在這邊呢 韋傑的首要任務 就是要改善我們的一個交通的問題 那接下來第二個呢 我們要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的這個新市政的開發 很多民眾跟韋傑說 新市政的發展不夠完善 不夠完備 為什麼不夠完善 不夠完備 因為根據資料的顯示 新市政是新北市移居人口最多的地方 那我們在這個人口移居最多的地方 相關的配套措施跟建設 就必須要足以到位 那有哪些需要到位的呢 例如我們學校的設置 學校設置的問題 因為因應人口的增加 很多在地的就學就必須要跟上腳步 所以學校設置有了問題 第二個我們的公園綠地不夠 因為很多新市政搬來的民眾 他需要更好的一個休閒生活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有更多的公園綠地 讓我們這些民眾可以有休憩的地方 那也可以讓整個新市政的發展 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完善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這個 還有我們這個傳統市場的一個爭取 那很多的民眾告訴韋傑 他要到他住在新市政 他要到這個傳統市場 到這個中山市場交通上花費的時間比較多 未來有沒有可能在我們的新市政 直接設置這樣的一個傳統市場 或許也是我們必須要認真去思考 來便利我們這些民眾 在採買這些物資 日常物資當中所需要的一個重要的一環 所以呢以上這幾個 是我大概在新市政發展當中 我發現的問題 當然未來還有一些產業的進駐 產業的聚落 如何讓新市政呢 可以變成一個可以在地就業 就學 就養的好環境 都是必須我們要去認真努力來思考的 所以這些都是韋傑未來要去努力的 那對新市政的居民來說呢 生活的便利真的是他們最重要的心聲 讓他們可以在這邊安居樂業 安居樂業 所以我進入議會之後 我剛剛提到了 我們淡海國小的設置 如果讓他可以有更專業 獨特的一個學校的發展 淡海國小未來要搭配怎麼樣的一個專業的發展 讓我們的特色可以讓很多的小孩子 願意到我們的淡海國小來就讀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除了究竟的這個就讀之外呢 我們淡海國小是否可以結合附近的這些老人 這個把它變成一個長輩聯誼的一個地方 也是我們必須要去來做深入探討跟研究的部分 那除了淡海國小 我想新市政的新移民很多都是跟韋傑差不多一樣的一個家庭背景 他可能雙星 那小孩子必須要有更多的公托公幼的機會 所以未來在新市政的部分 我們也需要更多的公托公幼來進駐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例如國中的設立 因為國中的設立可能不需要讓我們的家長 需要提早把小孩子送到其他地區的國中去就讀 所以呢 減少這個交通通勤的時間 也增加我們親子互動的時間 我剛剛講過 因為淡水的交通問題 我們必須提早出門上班 所以我們跟小孩子的相處之間 就變得更少 所以在這邊我也必須要呼籲 未來我們也必須要在公托公幼之外 國中的設置 我們也必須要來盡一份心力 那除此之外 我想韋傑自己來自教育界 我自己本身也有三個小孩 那這三個小孩 所以我了解現在一般家庭的一個需要 小孩子的這個教育的問題 那韋傑呢 也是率先在我們這個選區當中 提出了專門的一個教育的政見 我想不管是 我剛剛講的淡海國小未來的一個設置 它的特色 還有它內部的一個規劃 如何來進行 都是未來我們必須要去斟酌考量 所以呢 我的教育政見當中 也提到很多關於小孩子 在教育方面 不管是這個學校安全的巡邏 不管是冷氣的設置 不管是電子白板的全面設置 我的重點就是要減輕我們兒童的 這個上學的一個負擔 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發展方向當中 我一定能夠深刻體會 有這些小孩子的這個心聲 那我也可以為這些父母來發言 那未來有機會呢 當然我更必須要嚴格把關 這些教育的一個政策 讓我們的小孩可以安心就學 讓我們的家長可以不用舟車勞頓 那第三個要跟大家談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老舊城區的翻轉 我們知道巴黎三支石門 它有很多的一些觀光的資源跟特色 三支有它的腳白筍節 石門有它的風箏節 那還有很多在地的觀光景點 不論是富居漁港 或是這個草里漁港 都集付著很多的觀光資源 那有待我們去加以整合 那過去可能在這邊 我們沒有做一個很好的一個統整 所以未來韋傑一定會在 三支石門巴黎地區 在這個觀光上做這個更用心的一個設計 如何翻轉老城區的一個觀光 增加在地民眾的收入就業 也是我們必須要值得要去認真考量的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必須要重新規劃 把北海岸的觀光景點特色 讓我們著名的北海岸地區的觀光 可以有更好的行銷 不管是國際的行銷 或是國內的行銷 能夠讓遊客進入到北海岸地區觀光 增加在地的收益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初衷 也是我們必須要極力來爭取表現的 所以在這個三支石門巴黎地區呢 我們必須要讓老城區擁有新風貌 注入經濟的活水 那還有提到我們巴黎的地區呢 我們知道過去有很多的嫌惡設施 都要移到巴黎來 那也讓我們巴黎當地的居民呢 有很多的這個困擾 所以呢 一樣的在這個嫌惡設施上 韋傑也一定會跟我們所有在地的居民 站在一起 一同努力來抗拒這些嫌惡設施的進入 讓我們巴黎地區可以變成一個 移居樂活的好地方 所以呢 這是我想在巴黎地區 韋傑提出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政見 那當然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想還有我們這些老人的問題 我想進入高齡化的一個社會 老人問題也越來越多 我們如何妥善的來照顧這些老人家 尤其是在三支石門地區的老人 他的比例非常高 那年輕人又外出工作 他必須要養家活口 那如何讓這些老人 擁有更好的安置 我想除了未來有共餐以外 也應該要結合當地的醫療資源 來對這些老人家 進行更周詳的這個醫療的照護 所以呢 我也提出了這些跟馬街 共好的醫療資源的模式 就是說除了在共餐之外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醫療資源 來進入 來關心 來了解我們這些老人家的需求 甚至讓他可以願意走出家門 跟大家來互動 所以這是我在老人部分的一些 主要的一個政見 那除此之外 那小孩的部分 我剛剛也在心智政的部分 有簡單提到 不管是公托公佑的一個增設 我想現在因為經濟的不景氣 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 公托公佑的需求 也非常的高 所以未來如何在公托公佑上 結合相關的資源 讓我們這些一般基層出生的家庭 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來就讀這個公托公佑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要 極力來爭取的 所以上述這些都是我簡短的一些政見 我想韋傑提出了非常十幾項的一個政見 不管是老人 不管是小孩 不管是青年 不管是各地區的一些政見 但是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也無法在這邊 一一跟各位來做報告 那當然我想完整的政見 我會在未來的時間裡面 韋傑進入議會之後 韋傑一定會努力來實踐 我剛剛開頭講過 韋傑來自基層的家庭 我了解基層家庭的需求 所以呢 我可以忠實反應基層民眾的心聲 所以未來在議會的期間 我一定會一步一腳印 把民眾的心聲當做自己的心聲 我也是父母 我也是老師 我也了解大家的需求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給韋傑一個機會 韋傑一定會努力認真的打拼 把我的政見在我的逐一來實現 不會辜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最後我想還是要再次的肯托大家 請托大家給我一個機會 我是登記第七號的陳韋傑 給年輕人服務的機會 給年輕人為您打拼的機會 讓韋傑可以一起為您服務 一起為您打拼 跟我們所有的居民一起拼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 還有時間是吧 謝謝 那我想這個是我一個簡短的一個 政見的發表 那最後還是真的希望 大家可以給七號陳韋傑一個機會 我未來一定會在市議會 認真為大家來服務 那把我的政見逐一的來實踐 那讓大家了解 我們這個基層民眾的需求 那未來我剛剛講過 不管是老人 不管是小孩 不管是這個各地的一個 不管是淡水八里三之十人 每個地區的一個政見跟需要 我們都會認真來逐一來實現 來為我們的這個北韓地區的民眾 來做更好的服務 做更好的努力 這邊是我這個簡單的一個政見的發表 那今天也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 讓我的這個政見呢 可以借這個機會 來跟我們地區的鄉親 來做一個肯托跟報告 那以上呢 這些東西我想 未來韋傑一定會努力 來做一個實現 那也今天 謝謝今天的這個 政見發表的一個機會 那未來我一定會認真努力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請 請第四位登記第六號候選人 陳靜怡女士 上台發表政見 好 請開始發表政見 淡水八里三之十門的各位鄉親們 大家好 我是六號陳靜怡 五黨籍市議員參選人 陳靜怡 六號丹靜怡 無董節市議員參選人 丹靜怡 出來參選市議員 所提出的政見及內容 希望能夠改善政黨政治 導致台灣社會 對立與停滯的現況 我沒有藍綠包袱 我不講政治語言 憑藉著是我的財經專業 與統籌執行能力 希望能夠進入市議會 發揮監督的功能 為社會凝聚波亂反政的力量 為下一代與社會增加正能量 詳細政見說明與內容 除了選舉公報 政見發表錄影帶 也可以上我的臉書粉絲專頁 搜尋幸福愛選擇 陳靜怡 幸福愛選擇 丹靜怡 對於我個人的學歷 經歷 政見 都有詳細的文字 與影片的介紹 我曾在電子業 金融期貨業 大眾媒體業 金融保險業工作過 在社會上有多年的工作經驗 與統籌執行能力 讓我深切了了解 產業的脈動 國際貿易交流 金融市場與商品 資訊傳播分享 保險規劃與分擔風險 有效發展 有效發展經濟的機會 是可以透過 異業結盟的方式 合作方式創造經濟藍海 我曾經憑藉著財經專業 結合大眾媒體 與金融保險業的優勢 促成異業結盟 參與媒體保險革命 創造中小企業 與微型企業 新藍海的經濟模式 我此次參選的目的 就是希望複製 成功的經濟藍海模式 進行招商引資 媒合與引進 國內市場上的活水資金 協助在地企業 與區域發展更多 經濟機會 增加投資機會 擴大就業機會 我們都知道 改變才能帶來新契機 能就用舊思維來面對 將會是危機 新北市需要改變 讓有在企業界 完整實務經驗 與執行能力的人 參與新北市政的規劃 與監督 我的政見與主題 主要歸納為三大類 第一 經濟藍海 第二 教育品質 第三 長期照顧 都是我們這一代 上有父母 下有子女 或且需要與努力的 結合政府政策的配合與實施 找回愛台灣 與關心家人的初心 過好的生活 讓下一代 在有家庭溫暖 社會和諧中 的環境中成長 我們這一代 社會的中間 也可以安心沒有辜負 父母 師長 社會對我們的栽培 與提息 首先在經濟方面 中央行政團隊提出了相關事據 強力佐證 執政這兩年 各項經濟指標都顯示 台灣正在變好 經濟持續回溫 經濟成長超越了過去預測 但事實上 我們民眾都是無感 且常有感覺 獨厚財團 或是大型企業的印象 目前經濟狀況 民眾普遍不滿意 或甚至對於經濟前景 悲觀 對執政黨各項施政滿意度 不滿的比例高達7成 主要是因為 第一 薪資成長不及企業獲利成長 第二 2016年通過勞基法修法 2017年通過一利益修 砍掉一年七天假 引發的通膨壓力 第三 股市中散戶參與投資的金額 大量縮水 外資持有全值股比例過高 造成股市投資獲利分紅有限 第四 企業對國內市場的投資低迷 第五 經濟指標好轉 是因為國際景氣復甦 相較其他亞洲國家 台灣還是偏低或甚至是落後的情況 找尋經濟南海的商機 我的目標有三 第一 爭取低利貸款 創造有利中小企業 與微型企業發展的經濟環境 第二 引進國內資金投資 金融投資的活水資金 協助在地企業壯大 進而向外發展 才能有效留住人才 與擴大就業機會 第三 加強行銷地方特色 規劃特色觀光商圈與商品 開發經濟南海商機 除了市政府的政策輔助 更需要具有財經專業 統籌處理問題能力的人 進行媒合或甚至帶入國內或國外的資金 活水資金進駐 區域經濟商圈才有可能形成或成長 而在教育方面 提升學生的適性教育環境 終結教改亂向是我的目標 第一 爭取加強英語教育設備與師資 才能有效提升競爭力 第二 爭取國小國中科學照顧及輔導資源 提高教育品質 第三 增加社區保姆系統 服務讓家長安心工作 第四 落實爭取增設公立幼稚園及托育中心 提高托育品質與減輕家長負擔 因嫂子化的因素 導致國小招生人數年年下降 小學校設空出來轉型為公立托育中心及幼兒園 不但師資提升也能真正減輕家長的負擔 第五 結合公立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運用 及學校圖書館資源加強 減輕家長教育花費支出的壓力 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在陪伴孩子學習成長的過程中 我除了關心與注意 孩子未來將面對的狀況與問題 我希望大家善加利用 是否提供的教育學習資源 減輕家長們家庭支出 及教育方面的沉重壓力與負擔 六號陳靜宜是議員參選人 長期參與和關心教育 深深認為孩子的未來在教育 教育的希望在您我 讓我們一起為孩子無限的未來 共同努力 而在長期照顧方面 高齡化是必須面對的問題與處理 多年實際參與大型教學醫院中央衛福部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基金會與協會等相關單位 針對高齡患病長輩與主要照顧家屬們 所開設的課程 內容有介紹病徵各階段的認識 及照護方式 課程內容 不僅有針對照護的醫療專業建議 針對主要照顧家屬 也有心理輔導與協助 讓主要照顧者有更多喘息的空間 還有照護資訊交流的機會 因為社會家庭結構的變化 沒有過去傳統大家庭 生活的經濟優勢 人力資源條件 在各種客觀條件 以捉襟見肘的情況下 長期照顧的路 將會變得更為孤獨沉重與漫長 因為我們很多參與照顧的家屬 都沒有專業的醫護背景與能力 但是透過參與活動的過程 可以得到專業的醫療照護資源幫助 相較於孤軍奮善 團體資源的配合運用 所產生的效益 真的非常強大 我是親身經歷 經驗分享 因此我在長期照顧方面的目標 一、落實政府長照2.0 推動成立社區居家 長期照顧服務網 推動與執行是為了讓長輩們 與主要照顧者們 都能夠有品質的生活 及喘息的機會 除了依靠專業的醫療、藥物外 更可透過有醫護背景 專業的社工師、心理師的協助 運用政府、醫院、基金會、協會等單位 合作安排的活動 讓長期照顧的路走得更順遂 第二、推動普及社區高齡關懷服務網 結合社區邻理據點與社會福利服務 我、有信心 主要的經驗與分享 目前持續參選的現任市議員候選人們 對我們的選區的服務 都是各有專長 2014年 我曾經將我的一票 投給新參選的市議員參選人 他也不負眾望 有所表現 今年 陳靜宜也是以新人之之 參與選舉 希望大家能夠給我機會 來證明 在我們這一區所有候選人中 唯一具有財經專業背景 學經歷完整的市議員進入議會 把在企業界寶貴的實戰經驗 帶進去市議會 與其他候選人為大家提供 更全方位的服務 讓六號陳靜宜 拉康丹靜宜 為選民去努力 讓我可以拼經濟 助教育 推長照 希望我們淡水巴黎山之石門的各位鄉親們 相信 六號陳靜宜 市議員參選人可以憑藉財經專業 去執行 強力監督 新北市政府的政策施行 預算分配 資源的有效運用 因為地理位置 緊鄰著首都 新北市 我們生活的淡水巴黎山之石門 因為交通便利優勢 豐富人文特色 優質景觀生態 能夠發揮 招商引資的優勢 為地區發展帶來新的能量 讓我們的城市成為 安居樂業 生活幸福的國際化城市 我 有財經專業 我關心參與法稅改革 我 重視家庭婚姻 支持愛家公投 我愛家 我公投 您愛家 支持我 6號 陳靜怡深信 你 我 都有讓我們城市進步的力量 期待我們一起能把對 生命的熱情 生活的智慧 工作的專業 以及創造幸福生活的期待 進行結合 新北市進步的力量 將會在我們這次選舉中 產生更多質量上的改變 我們的生活面對的 將不再是政治口水 而是更多未來生活的規劃 以及個人夢想的實現 讓我們一起 讓淡水八里三支十門 因我們的努力而幸福 因我們的選擇而繁榮 因我們的付出而美好 海灣加油 懇請支持6號陳靜怡 無黨籍市議員參選人 財經專業清新力量 進步新北市 現況要改變 您 我是關鍵 謝謝大家 6號陳靜怡 無黨籍市議員參選人 6號陳靜怡 6號陳靜怡 希望我們淡水八里三支救援 我們的鄉親可以來感染 感謝大家 謝謝 好 接下來請 第五位登記5號候選人 鄭戴立香女士 上台發表證件 請開始發表證件 我們八里淡水三支救援 鄉親十多出兵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我們新北市市議員參選人 正代立香 非常感謝過期 我們鄉親十多出兵好朋友 把鄉親十多出兵好朋友 把鄉親十多出兵好朋友 和鄉親十多出兵好朋友 和鄉親十多出兵好朋友 我一定秉持著我們過去 在地方上熱心服務 用心服務的精神 為我們這選區 來做更好的一個服務 那立香擔任議員以來 我最重視 最堅持的是交通問題 所以在我第一次提案 就是淡江大桥 那我在提这个案的时候 有很多人把我打冷水 他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那我自己问我自己说 如果说不可能完成 那我们就让它沉下去 那不就永远不可能吗 所以我还是坚持提淡江大桥 这个建设案 那当然在我们议员的责任上 也许不够那么的充足 所以我非常感谢当初 吴医生立委还有李红军立委的这个支持 到现在才能够有成绩来呈现 那我们淡江大桥跟各位报告 淡江大桥的第一标已经完成了 第二标已经完成了70% 第三标因为到第八次才标出去 那这个过程当中增加了57亿 那57亿由我们新北市政府负担19.27亿 那新北市政府在9月10号就已经拍板定案 那公路总局也负担了19.27亿 是没问题的 还有营建署也要负担19.27亿 那营建署经由他们开会已经通过 即将要拨款下来 所以不是不可能的一个建设 那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已经快要接近我们第三标的一个动工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能够将我们淡江大桥把它完成 虽然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相信说 这是山基教啦 山山有个针下去 但是我不认为 我有信心 因为淡江大桥一路走来坎坎坷坷 好事多磨 那一定要有专心 还有恒星有毅力的人来监督 然后来催生 所以淡江大桥完成之后 将会带动我们北海岸 我们整个北海岸的一个交通动脉 当大桥通料 我们淡水还有三支石门 要到桃园机场 非常非常的近 节省时间 然后要到板桥 中永和这也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这个交通一定要有 一定要完成 所以要给我们的鼓励 不要一直泼我们的冷水 我再次的强调 一定要把它完成淡江大桥 交通方面还有我们的轻轨 轻轨已经快要通车了 现在已经进入通车的这个阶段 那我也要求我们新北市政府 我们的捷运局要让我们的居民免费事成两个月 这个决定我已经跟我们局长已经沟通好了 这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轻轨它接下来就是延伸到巴黎这一端 那本人也有提议 延伸到三支延伸到石门 因为这一条是观光列车 因为三支也非常丰富的农特产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石门有我们的白沙湾 也非常非常的美 我曾经去过 那那里真的是清水 还有秦家福 子女在那边娱乐的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还有石门洞 接下来我跟梁乡长所完成的腹肌渔港 那目前腹肌渔港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游客也非常的多 如果一日有到石门在那边用餐 在那边旅游 真的是非常棒的我们的一条轻轨 那当然轻轨可以带动整体的一个动脉 这也是我非常有信心的一项建设 那接下来就是北侧道路 北侧道路一定要打通 说到北侧道路 我就很感慨 因为当初我们的规划是五公里以下 五公里以下不用环品 那因为有少部分的 那个环保人士的一个反对 所以才从来进入了二阶的一个环品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是到环保署的一个抗争 环保局的一个提议 等等立乡都有努力过 环保署少数的人 他反对的理由 我觉得不是理由 因为他说水鼻仔 水鼻仔 还有弹土鱼 还有一些后鸟的问题 其实规划单位都已经避开了这所有他们焦虑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以我们来讲 我经常在说 我说我们的死命 比较不得到水鼻 怎么讲你知道吗 因为当车辆怠速的时候 那一些二氧化碳 它会直接吸入到我们的肺部 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然后影响到大自然的环境 反过来再讲 一些救护车 救载车 那个在车证当中塞住了那家属 那他本人情何以堪 所以呢 这一条北侧大路 也必定一定要来完成的建设 我也相信 我如果连任之后 对于北侧大路的这个整个过程 比如进入二阶的环品等等 我会以心以意 专心的来监督 我们的所有目前的一些交通 再过来 巴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台北港 好棒好棒的条件 因为它水深16米 也全都有高 比基隆的条件还好 我要推动身为游轮的一个母港 因为有母港 游轮的母港 带动客人 载客人来我们的巴黎 然后巴黎现在目前也有饭店 喜来登饭店 正在兴建当中 然后我们淡水的饭店也很多 比如福龙饭店等等 游轮进来客人可以在巴黎过夜 也可以在淡水过夜 然后他们的旅游点也非常的多 比如左岸 实案博物馆 右岸的老街 漁人码头 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我们淡水文化 然后来到我们山枝 来到池门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线 让游客可以留住的一条路线 这是我一直以来推动的最重要的一项 然后台北港非常棒的地方 一些闲户设施想要进去 比如说有人建议的什么火葬场 冰葬场 天然气等等的这个闲户设施 在我的任内已经有这个闲户设施要进来 我也是一直的反对 再次的反对 这么好的一个地点 开发的一个地点 绝对不容许这些闲户设施进来 包括厨宇等等的这个设施 立香一定会全力的来把关 再说来我们的饮水问题 我非常感谢吴医生立委 跟我共同的合作 共同的配合 完成了3.5万吨的续水池 这是我们淡水的 然后巴黎的2万吨的续水池 也完成了 我跟吴医生立委 我们共同的配合 然后现在巴黎的饮水问题解决了 淡水的饮水问题 目前是解决3.5万吨 只供我们现在淡水17万多人得个营用 但是面对我们新市政越来越多的人口 我们要未雨绸缪 一定要在兴建续水池 那立香也非常认真的在寻觅高地供水 只要我们自来水公司愿意出资来兴建续水池 我马上去变更那块土地的续水池这个用途 这是我一直以来要让我们乡亲在食育制行方面都能够有所改善 那我目前也很认真的在推动 也希望我们的自来水公司能够给予我们淡水 10万吨的自来水续水池的一个机会 不要等到那个居民都进驻了 然后没有水了 再来想说要新建续水池 那动作慢了半拍 我们的居民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想淡水如果以我们的交通动脉来打通 然后饮水没有问题 真的我们的淡水真的是超棒 超好的一个居住环境 立香也非常非常荣幸 能够在这段时间里 在我们北海岸的这个服务 再来就是我们的高龄化 老人过去在荣卫时代 他们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家庭的付出 所以当他们在 已经迈向了65岁以上的这个年纪 他们应该好好的享受 所以我一直推动我们老人的一个福利 在新北市政府 我一直建议 在我们的各区的比如说休闲 老人活动中心 一定要增设更多更多的娱乐器材 还有我们的共餐 银宝指俱乐部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我在市政府 我们在市府里面 一直在推动 一直在提议的 那我们的市长也非常非常配合 我们的提议的各项议案 再来说 小朋友 现在年轻夫妇都是双心 他们要打拼他们的未来 所以非常辛苦的 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 我一直建议 我们教育局这边 一定要增设公托 让我们的年轻夫妻 能够非常放心的去完成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在工作上 没有更多更多的压力 那当然台北港还有47座油草 那47座油草是我们的噩梦 每天一到早起床 因为油草距离我们居住的环境 最近的只有1、200公尺 所以当我们醒来的时候看到的是 好像几颗不定时的炸弹 所以我也要求我们台北港 一定要尽快的 把这47座油草的这个迁移 那本来是从第一起填海到外地 那我现在要求的是 从第四起开始先填土 然后将47座油草迁移到外海去 那我也要求台北港这一方面 不能将你填海第四起 要放置油草的这个地点 然后让中央要抢去 要做天然气 这是我唯一不能认定 也不能认同 我也要求我们新北市政府 给我这个承诺 这是我一直要要求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这么好的一个地点 让设置这个险恶设施 交通问题还有很多 包括我们中山北路212项 然后通往正德 就是北新路69号通往正德的这个 这条道路目前已经透宽了 当然还有巴黎的就信唐路跟信普路就可以透宽 我都把它完成 所以我对交通这方面 我真的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用心 立香担任议员以来 我的想法 我的认同 我的努力 就是要让人家看得到 让人家有需要我的时候 我能够出现 然后我能够在我的服务范围上 我都能够尽全力地来以服务 立香一直以来认真 认真服务 用心服务 然后希望给乡民们 给我好的一个印象 所以非常感谢 北海岸的各位乡亲朋友 给我一个很好用的把号 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妈祖有面子 5号正在立香 正在立香拜托你们支持 谢谢 现在请第六位 登记第三号候选人 郑宇恩女士 上台发表证件 好 请开始发表证件 各位正在观看证件发表会的乡亲朋友 大家好 我是登记第三号 淡水巴里三知识门的市议员候选人 三号 郑宇恩 宇恩呢 是辅大法律系毕业 南加大法学硕士 美国律师考试通过 四年前 毅然决然地决定回来台湾 为乡亲服务 这四年的表现 宇恩相信 乡亲有目共睹 我想这四年 宇恩认真努力 就是希望带给乡亲更好的这个建设 跟更幸福的生活感 所以宇恩呢 这四年认真努力 虽然可以留在美国继续工作 但是想着家人 想着我们这块乡土 希望可以回来这块栽培我 生长成长的土地 所以宇恩回来淡水 回来我们巴黎 回来三只石门 为乡亲服务 世代居住在淡水 宇恩对乡亲 有着浓厚的情感 街道巷弄 都是我们的长辈 遇到这个乡亲好朋友 都会道声早安 所以对于最块土地 宇恩有着浓厚的情感 这四年来 宇恩的这个努力 跟做议员的时间 认真的在教育 交通 文化 艺术 环境 等等方面努力 这次竞选连任 宇恩所提出的政见 主要是延续四年 不断努力的目标 包括交通的迈进 教育的愿景 青年创业 老弱 老又弱势 关怀和文化环境 创生等各方面 希望让我们在淡水 巴黎 三支石门能够更好 能够更进步 第一点 是我们交通迈进 淡江大桥 跟第三条连外道路 是所有人的期待 所有人的盼望 宇恩跟各位乡亲报告 淡江大桥 目前第三标 主桥段的部分 已经在行政院 等待核定的公文 所缺的20亿 也即将要核定 未来我们可以 看到淡江大桥 主桥段的施工 大家都知道 已经招标出去了 但是乡亲们 想要赶快看到 主桥段施工的 这样子的期盼 宇恩都看在心里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 来催促我们的 这个行政院 以及我们的新北市政府 尽快地把核定的流程跑完 接下来签约 动工 施工 乡亲们期待已久的淡江大桥 就即将要施工了 那施工开始 合约里面有明定 五年内要来完工 所以乡亲们期待的淡江大桥 即将就会开始施工 我们也会持续监督 施工的品质 还有环境生态的维护 这个都是所有关心交通 关心环境的乡亲 提醒于恩的事 所以我们会继续再加强 还有第三条连外道路 于恩过去在淡水和北侧 沿河的平面道路 办理的进度上面 也相当的关心 除了亲自参与工厅会的现场 我们也多次了表达 对于淡北道路关心的立场 那这个淡北道路 目前的困难点 在于环境敏感度的分析 环保署对于环境 他们有他们对于环境的使命 他们的责任感 所以我们也要求市府 赶快在环境敏感分析上 尽快加强 尽快做足资料 那第二个困难点 是在台北市民 对于这个交通的瓶颈的 这个延伸 他们感到忧虑 那在这个环平的委员会上面 其实环保署的这个长官 也有向新北市政府来提出 请他们尽快再加强资料 资料做得很华丽 很漂亮 没有错 但是要如何降低台北市市民 对于这个环境及交通冲击 的这样子的疑虑 我们新北市政府 则无旁贷 必须要再加强 那这一台连外道路 对于淡水人的交通而言 就不会只是一条中正东路 只要一塞车 只要一出车祸 所有的交通动弹不得 所以宇文主张淡水 需要有第二条 第三条的连外道路 那淡海轻轨的延伸 这也是一个关键 大家都知道 在年底我们的轻轨 就要完工 要开始试营运 但是试营运的关键点 在于它的营运时间 还有它的转程机制 及我们淡水信义线 在尖锋时刻 有没有办法增加班次 然后缩短班距 这样才有办法提高 我们这个搭乘淡海轻轨的意愿 这个也是轻轨 未来有没有办法营运成功 而进一步能够延伸到 三支的一个重要关键 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监督到市府 有把延伸到三支的轻轨的路线 全部无意留起来 可是淡海轻轨 营运的成功不成功 这个就会是 有没有办法 让三支县延伸的重要关键 所以提高搭乘的意愿 加强淡海淡水信义线的 这个尖锋时刻的这个班距 跟增加它的班次 这个是于恩未来要努力 要监督的目标 从后车停到智慧站牌 U-Bike 最重要的是争取 加开淡水信义线的班次 跟缩短班距 提高民众搭乘轻轨轨的意愿 这样子才能为我们淡水的居民 带来交通的便利 提高搭乘率 这样同时可以大大提升 未来轻轨延伸三支的可能性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巴黎的轻轨 及巴黎大家的大众运输工具 巴黎轻轨在新北市政府 4月30号的时候提送计划 交通部已经在9月18号 回复审查意见 新北市政府正在补充 整体入网评估计划 还有公共运输系统 整合计划等等 在这个核定的过程中 宇恩会继续为巴黎区的居民 争取更多四通八达的公车入网 宇恩除了积极争取通勤用的跳蛙公车以外 也要求斑斑爆满的704公车 加开班次以及驱肩车 其实宇恩这阵子在巴黎的路口 站街头拜票的时候 早上尖峰时刻六点半到八点半之间 每每看到704公车班上挤满着上班的人 还有上课的人 其实宇恩心中有很多很多的不舍 因为看到学生跟上班族 他可能上课八小时 上班族上班八小时 连在通勤时间都要站在公车上 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听到民众的声音 市府可以感受到民众的痛苦 所以一定要协助居民来解决 尖峰时刻上课上班 704公车班班爆满的情形 而在现有的公车路线上面 争取后车停 智慧站牌 还有让乡亲等候的公车 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也可以知道 这个下一班公车到达时间的 这个电子站牌 来优化我们的大众寓输工具 这个是宇恩需要帮乡亲来争取的 除了交通以外 我们的教育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宇恩有受过完整的教育 知道这个完整的教育训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安心的学习环境 合理的配置教育资源 及米平城乡差距 这个是宇恩这四年的工作 也是接下来四年宇恩希望再继续努力的方向 宇恩曾经在淡水国中补校 还有邓公国小担任英文的老师 在不影响这个现任的这个教师的教学的这个课程之下 宇恩重盘观察 希望可以确认确定小朋友所需要的英语教育资源是什么 所以我们实地的参与能够更精准的了解 如何合理的配置教育资源 所以我们在这个水源国小有设置英语情境教室 在邓公国小也有设置英语情境教室 还有双语的实验课程 各在所有大淡水的这个国小地区 要求教育局来合理的共享我们的外师资源 让没有外师资源的学校 也可以利用寒暑假或是课后的时间 有外师进驻来教导小朋友英语 那大家关心的这个温小五 淡海新诗证的这个社校的问题 目前也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了 那社校的校长也已经临选出来 包括我们的公托公佑还有自立午餐 都即将在这个温小五淡海国小设立 那语恩知道居民还要托付的是我们的完全中学 我们的文中用地 以及巴黎国中的这个千校的问题 巴黎国中是巴黎区最高学府 相信们期待巴黎能有一所自己的高中 这个语恩都听在心里 语恩也多次跟教育局反映 教育局屡屡以巴黎人口数不足 没有办法设效这个理由来搪塞议员 学校是很多优秀选手的摇篮 无论是巴黎区重点发展的棒球 跆拳道甚至于是我们淡水区的橄榄球 跆拳道校队还有很多种种我们的角力 以及我们的足球都是一些重点项目 语恩希望教育局在培养优秀运动人才的选手上 不只是注重在这个全国的教育比赛 举凡是有参加全市或是全国非代表新北市的运动比赛 都应该要给予他们鼓励 给予他们更多的奖金 国民运动中心的兴建 目前只有淡水有国民运动中心 巴黎三支石门都没有运动中心 我了解居民需要一个室内的运动休闲场所 所以语恩在议会直询争取室内的运动中心 而在直询之后巴黎区的东海四季游泳池 也利用了回馈金来进行改建 即将要开幕供民众使用 那小型的这个室内空间 也可以让居民做这个有氧舞蹈 或是瑜伽班室内空间的使用 长期以来支持运动一直是语恩努力的方向 青年的证件包括我们青年好创业 余恩也在议会争取200万的贷款免息的 这样子的好证件来帮助年轻人 那我们也希望政府提高200万的核贷率 让有更多更多北海岸的青年能够回乡 开一间他们想要开的店 创一个他们想要创的业 青年好就业淡水的新市政二企 我们希望可以设立产业专区 提高在地就业率 巴黎的台北娱乐港专区 旅旅流标 原本的台版迪士尼 现在台版都是你 我们要强力的监督市府 让这样子的娱乐专区 顺利的招标 提高我们的就业几率 三支石门的观光产业 我们知道有机农业一直以来 是我们三支石门大家努力的方向 如何提高建构农业业多元的销售管道 让我们的农业 让我们北海岸的铁观音 我们的石花洞还有我们满满的 这个海鲜脚白笋都可以透过多元的销售管道 让我们的农民能够好生活 再来是老幼弱势的关怀 过去四年余恩做了市场的人行道整平 组维节运照二号出口的这个无障碍坡道 我们就希望老幼父路都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行走的权利 当天我想前几天一山里的活动中心开幕 有一个老阿嬷他在走路的过程中不慎摔倒 所谓的通用设计就是希望可以照顾到老幼弱势 希望我们未来的这个长辈的行驶的权利 可以能够更安全更完善 余恩未来也会继续监督我们的公共空间 在安全性的部分 能使和让所有的这个步道都符合银法族的使用 进导卡的这个点数 四十百八十元的点数 余恩也希望可以替长者再争取 除了搭公车也可以搭悠游搭捷运 让我们新北市的市民跟谭北市的市民一样 享有一样的这个权利 还有异文活动跟共荣性邮聚 余恩四年举办异文活动 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不用去都市 就可以享受到异文生活 还有文化 余恩对于文化的保存不遗余力 包括我们的私家古厕 还有幕下静癌的修缮 文化的资产是淡水的命脉 是我们全台湾的命脉 也是北海湾观观的资源 余恩会继续努力 维护观光资源 余恩知道 余恩做的还没有很多 但是余恩这四年来的努力 有目共睹 我想要让淡水巴里三只石门的乡亲 可以相信余恩 因为有余恩 您的名声您的问题 有一点一点的被解决 关键时刻 余恩需要乡亲支持 坚定再支持 三号郑余恩 别让遗憾发生 余恩没有妇女保障名额 得票数 虽然上一届是最高票 但是这一届竞选连任 一切从零开始要一票一票一票拜托 所以请乡亲朋友 一定要坚定再支持 不要惩罚认真做事的人 余恩没有吻上 余恩需要乡亲一票一票拜托 余恩需要乡亲帮我拉票吹票 然后让余恩有机会再继续服务当选 余恩没有组织 没有雄厚的精元 有的是一点一点为乡亲改变的热忱 跟专业的态度 所以11月24号 恳请乡亲坚定再支持 三号郑余恩 三号郑余恩是一个 有能力会做事 有专业有态度 诚恳的好青年 好议员 年轻议员 也是一位女性议员 请乡亲坚定再支持 11月24号 三号郑余恩 拜托 拜托 感谢 好 现在请第七位 登记第一号候选人 吕孙福先生 上台发表证件 请开始发表证件 各位电视级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一号的吕孙福 我的选区有淡水三支十门八里 那因为我这次是第一次出来参选 所以我应该先跟大家报告 我为什么要参选 那虽然我是第一次参选 但是我过去有担任过 议员跟立委助理的经验 那过去一直在三支十门地区服务 协助办理会堪 也参与地方大大小小的盛事 所以这份经历让我未来在市政上 我很快就能够上手 不用再训练的 那很多的乡亲都会来找我们 找我们协助帮忙协助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团队拥有服务的热忱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团队有这份专业 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在很多的乡亲的鼓励之下 所以我决定站出来 继续来服务大家 那我的选区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 我们有很多连外的交通重大建设 有淡江大桥 有淡北道路 有枝头公路 那我们立任的民意代表 都非常的努力来争取这些重大的交通建设 但是都只有开工 没有完工 但是我上任之后 我一定会持续的来监督 这些重大交通建设的完工 那包括大家最关心的新市一路二段 那我上任之后一定第一个争取开通 那新市镇 淡江大桥会会盖 然后美丽花影城会进驻 那新市镇的规划跟建设会越来越完整 会越来越完善 所以我要在新市镇争取一个大型医院 除了让我们在淡水地区的百姓 可以究竟获得医疗照护以外 也可以让我们北海岸三支石门地区的居民 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 那我过去在担任助理的时候 在三支石门地区服务的时候 很多的乡亲 那在有疾病问题的时候 那在救护车上 然后因为交通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那往往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然后造成终身的遗憾 所以我要在新市镇争取一个医院 让我们大家可以 让我们全区的居民可以获得 更好的医疗资源以外 也可以让我们新市镇的规划 能够更加的完整 那我很多人都说 因为法令等等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医院是不可能盖 因为我们组委有个马接 但是我要跟这些人报告 那法令是冷定的 那我们人民的需求才是真的 我会在这个 我会提前 我会在人民需要之前 来做这个争取这个动作 那不会等到大家需要的时候 才来争取 才来建设这个他们需要的东西 那我们三支石门属于农业跟渔业 还有观光为主的区块 我们有许多的农民 渔民 这些基层的乡亲 那针对农民 我要修足农入 那除了方便农民载运这些农产品以外 也可以让他们提供一个 提供他们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那针对渔民 我希望在渔港 然后周遭建设这个仓库 除了让他们可以放置这些捕鱼器具以外 然后也可以节省这个 这个他们载运那个载运这些捕鱼器具的这些时间 跟那个劳力 那我们北海岸有很多的观光景点 那我们有石门洞 有潜水湾 有白沙湾 那有很多的观光景点 但是我们在地的乡亲 却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赚到 他们赚到这个观光财 所以我上任之后 我要辅导这些在地的乡亲 怎么样去赚这个观光财 除了设置摊贩 然后贩售一些在地的一些观光景点的一些零件 这些那个伴手礼等等 那只要有钱赚 我们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就会回来 那我们巴黎 有很多的险物设施 有垃圾掩埋场 有焚化炉 有污水处理厂 我们也有很多的回馈金 那自从发放现金之后 那很多的乡亲都跟我反映说 那他们每年领到的这个现金是越来越少 那这些钱 他们也不知道花去哪里 如果是花在公共工程上面 那也应该让我们巴黎的乡亲知道说花在哪里 那所以我主张 第一个 巴黎回馈金 现金发放的比例 一定要提高 第二 所有支出的戏目都要公开透明 要让我们巴黎乡亲知道 然后这些巴黎回馈金 也是我们巴黎乡亲的卖命钱 一定要公平使用 然后要落实我们全巴黎居民 那我当选议员之后 我会优先照顾我们的基层 我会注意其他议员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我会做其他议员 我会做 我会补足其他议员没有做到的事情 那我不会一直打高空或是提一些不是议员职责的政见 因为我知道我要记得我说过的话 因为我知道我要兑现对大家的承诺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 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栽培跟鼓励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一定会努力的监督政府 那捍卫大家的权益 我是新北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一号 吕孙福 为你拼幸福 谢谢大家 各位市民 本次新北市第三届议员选举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一次提醒大家 本次选举定于107年11月24号星期六投票 投票时间至上午八十至下午四十指 请各位市民务必抽空 并携带本人国民身份证印章和投票通知单 到指定的投开票所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最后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